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在海南省博鳌国宾馆会见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的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阿塔姆·巴耶夫 习近平指出很高兴见到老朋友 发展终极战略友好关系是中国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方支持吉方根据本国国情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奉行的内外政策 对吉方发展成就感到高兴 中国对吉合作着眼于牧林友好始终以异为先 近年来中吉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一批重要早期收获 对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中方愿同吉方一道搞好有关项目将两国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 希望你作为吉执政党主席为中吉关系发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阿唐姆巴耶夫表示 习近平主席昨天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 对人类社会应当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 令世人钦佩 当前集中关系已经发展到战略伙伴水平 感谢中方对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帮助 我愿继续致力于推动加强集中合作 造福两国人民 丁薛祥 刘鹤 杨洁篪 王毅等参加会见